夜市上,一个老人一把抢过小女孩手里的话,然后送给了旁边摊位的老板娘,两人有说有笑,完全没有顾及小女孩的感受,这个老人便是南宁中山路夜市的天字一号管理员,江湖人称九叔,他还有个更加响亮的称号,夜市市长,当年的中山路是整个广西最繁华的地方,但街上几百个老板全都对九叔毕恭毕敬,不敢有丝毫反驳,因为在这里他就是规矩,在九叔眼里,这片夜市是他当年一手打出来的天下, 他就应该是这里的老大,三十年前,九叔刚被从老该所里放出来,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,机缘巧合之下,九叔开始在南宁夜市混起了江湖,当时中山路上的人形形色色,鱼龙混杂,他们经常为了抢贪位而大打出手,那些喝醉的客人更是毫无素质可言,他们经常在街上刷酒风高时期,想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夜市环境,就必须有个能镇住场子的人,于是九叔就开始管理这条街,凭着在老该所里练出来的拳头, 九叔一点也不惯着那些喝酒闹事的人,一个人就把这些三教酒流制备制的服服帖帖,不得不说,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在鱼龙混杂的夜市非常奏效,自从九叔管理夜市后,中山路在也没人敢闹事,街上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,之后九叔就被招了安,他一本正经地带上了红袖骨,以临时工的身份掌管整片夜市,每个月工资180元, 其实一开始上面只是想让他收收摊位管理费,但那个时候很多摊主根本不讲道理,更不可能交一个月无块钱的摊位费,为了尽快整顿中山路的乱象,九叔不得不采取了雷霆手段,他的管理办法只有一条,服从规矩,听话的就留在这里继续做生意,不听话就滚蛋,很多摊贩当时就对九叔鳄鱼相想,甚至还挥起了拳头,而九叔也当场就教了他们怎么做人, 就这样,九叔的规矩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摊主接手,所以这里有很多摊主都说,中山路的夜市是靠九叔打出来的,在九叔的管理下,中山路在五六年间就成了当地最热闹的场所,随着夜市越来越火爆,不少小摊贩也来到此地谋生,为了更好的管理,九叔还设立了一套规矩,新来的除了提交相关证件,还得上交一份身份证付应件,这样的做法对消费者十分负责,但那些想要偷奸耍滑的商贩们就不干了, 九叔跟这些不配合的人也不废话,直接就让他们滚出夜市,这个老头叫九叔,他在夜市干了三十年的临时工,却是这里最银河的管理员,九叔心里清楚这些摊主虽然做生意辛苦,但个个不差钱,有的甚至一天就能赚一万块,每月的摊位费只有区区三百块, 可有些摊主还是能逃就逃,夜市里有个皮鞋老,一到收摊位费的那几天就玩消失,九叔二话不说就让手下赶他出去,这里是九叔的地盘,他日日夜夜都会亲自视察,商贩们只要有一点不合格的地方就会招来一顿喝池,有人私自摆摊站了路,九叔就禁止走过去让他马上搬走,摊主还想争辩自己取得了老板娘的同意才把摊位摆到店主门口,但这个位置已属于夜市的管辖范围,九叔火爆地说, 叹注见九叔动了气马上就开始低头认错,一个小女孩在夜市上四处卖花,九叔就有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花,因为这个女孩九叔已经观察了好几天,他属于典型的强买强买,一旦顾客被纠缠上了,如果不掏钱就很难脱身,看见背着吉他卖场的,九叔马上还没落人就已经扑了上去, 当然,九叔让这一整条街夫妻靠得不只是凶狠,而是在他的管理下,这条街确实变得紧紧右条了,经营业是最重要的就是环境卫生,每次遇上市里搞环卫智力活动,九叔就时刻提醒商户们不要过早出摊,不要挤站街道,规定时间到了,他又沿街通知可以出摊了,夜晚的喧嚣过去,九叔便带着自己的手下们开始清理商贩们制造出来的垃圾, 遇上想多赚点钱不肯收摊的,九叔建议一次就骂一次,他不仅对摊主眼里,对自己手下的兵更加严格,有人凌晨早退了五分钟,九叔告诉他这次是警告,再有下次就直接开除,虽然一开始很多人都在骂他,但随着许多人都感受到了真切的利益,他们也都逐渐理解了九叔的苦衷,很多人甚至还和九叔交上了朋友,虽然朋友出了问题九叔依然不会心思手软,但私底下九叔总是跟大家打成一片,他会时不时的请客吃饭, 客人包括摊主和他手下的兵,因为他清除这是一群和自己一样命苦的人,这个夜市的老板全都年如百万,他们天不怕地不怕,却只怕一位临时工,他凶神恶煞地掌管着这条街上的一切,连卖花的小女孩都不放过,谁要是不经过他的统一,休想在这里白摊,夜市离几百个老板见到他都要毕恭毕敬,他就是中山路夜市的天字一号管理员,江湖人成就输,他的管理方式之所以如此应和,是因为这片夜市是他用拳头打下来的, 这里的生意简直好到宝,突然的一场雷遇就可以让每位摊主损失一千块,这位大姐就对着镜头轻描淡写地说,她今天只收入四千块,简直太失败了,姬姐是这片也是人尽皆知的人物,她曾在一年内就赌光了自己二百八十万的积蓄,还欠下四十万外债,还不上钱人家跟她要利息,姬姐破口大马,本钱能还你就不错了,再逼我就跑路,人人都说她翻不了身了, 但姬姐不屑一顾,她来到中山路卖炒饭,虽然很累,但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上万块,现在她不仅还清了外债,还有房有车,卡里也有近两百万的存款,每天做梦都能笑醒,旁边的六叔同样也是靠摆摊发了家,她曾因为行骗背叛了三年,出来后就开始卖烤鱼,每晚上平均百来条,赚钱如流水,靠着摆摊的收入,六叔现在家里有房有车,孩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, 中山路上这样的老板有上百个,但只有九叔能够震得住他们,终身是发起自善母娟活动,九叔带头捐了两百块钱,视察的领导夸他最有爱心,但九叔却实诚地说,我不带头,那帮野仔怎么会教,从夜市里一路走过去,九叔也频频被摊贩们招呼喝酒,这其中也许有客套,也许有人想求他办事,也有实打实的要求,但这都是独一无二的礼遇,九叔从小没尝过家庭的温暖,第一个老婆当初嫌他穷,没过两年就跟人跑了, 后来九叔靠着管理也是有了一些积蓄,于是满心欢喜地娶了第二任老婆,谁知这个老婆整天就知道享乐,没过多久就把九叔攒的钱回货一空,于是没过多久又离了婚,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后,九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排斥取气,直到他遇到了一起工作的管理员杨大姐,他性格外刚内容,而且很会过日子,最重要的是,杨大姐会包容九叔所有的坏脾气,九叔知道自己的臭脾气,私下也会在生活中尽可能地照顾妻子, 在家能不让老婆动手求绝,不让他沾一滴水,九叔对儿子说等自己死后一定要和妻子合葬,这样我俩在因曹地府还能做一对夫妻,这就是导演吴建兴号十一年跟拍的纪录片,九叔,片中的人们虽然生活得很辛苦,却都在为自己的幸福努力打平,而九叔无疑是这条街最良的存在,现在老人年纪已经大了,希望他能再多感受几年人间的温情吧。